莎克斯風的優雅月鷹 讓一早就開始的散播溫暖散播愛 106年愛心發放白米慈善活動 沉浸在美妙的月鷹氛圍中 財團法人新北市順天慈善會 在發起人板橋華總理理長黃榮煌的努力下 帶領善心理民一起做善事 今年持續送白米關懷在地居民 這次我們每年每度都有順序 輪到7月8月就剛好籌備愛心發放白米勿諸 我們每個會員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來幫忙這個社會 今年我們打算辦得比較熱鬧一點 因為我們覺得每年做愛心活動 這個活動一定要繼續去做 幫助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也感謝很多志工義工 幫好朋友來幫忙來共襄盛舉 感謝他們一路走來這麼肯定我們社團 一袋袋裝好的物資事先整理好 準備要送給板橋大福州地區 11個里的中低收入戶 順天慈善會發揮影響力 不只有號召李民一起來做工藝 更是帶來更多的資源 包括板橋氣工會 台灣象星橋慈善會 板橋區工商促進會 捐贈更多的物資幫助在地居民 我們象星橋慈善會 我們本身就是在做極難救助 跟一些弱勢團體 所以說我們今天 因為順天這邊 他已經辦了好幾年 對這個工作 我們也很散興趣 所以說我們可能歷年來 我們都要跟他們合作 一起去辦這樣 我們三星橋有參加順天的愛心送民 我們覺得對貧困家庭很好 可以幫助一些貧困家庭 算說順天有在做 我們也要跟他們參加 參加這個參與 給我們機會這樣 而且有時候他跟我們合伴 一些貧困家庭的學校 我們也都在做這樣 所以說我們做得很高興 不只有發白米做愛心 順天慈善會 廣邀地方民意代表和團體 捐贈生活小家電 以及各式水果物資 當成是摩彩品 透過發白米的機會舉辦活動 要讓受關懷的對象 能夠暫時放下沉重的生活壓力 和大家一起同樂 感受社會各界的關懷心意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